新剧《逆天奇案》演员阵容非常强大 除了有陈展鹏 林夏威 黄志贤 张颖康 刘佩月 冯盈盈和蒋祖曼等参演之外 这天拍摄一场法庭戏 更找来米雪和王贤志客串演出 展鹏说在这场戏遇到很多之前没合作过的演员 特别是米雪姐 就是看她的舞台剧 电视剧都比较多 都蛮期待的 所以应该拍完香港戏份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泰国一起拍戏了 你这次要照顾好米雪姐去泰国 哇 你这样说应该是交流 交流吧 我怕我照顾不了 近年专注在内地工作的米雪姐 这次虽然只是为其中一个单元故事特别演出 但是她要背的对白也非常多 非常多 而且法庭的戏都不可以乱说 而且要紧凑 所以都没得停下来 又严肃一点 刚才我跟简峰点不贴 然后她说原来她一集来都没有机会跟你准凑破的 是啊 但是这次有机会了 我们会到泰国去一起去拍这个戏 还有谁啊 还有很多人一起过去 所以顺道 顺道在那边 有没有时间玩呢 我应该有 他们没有 早前年轻人聊天节目就选出会令拍档换职业性失聪的TVV三大喇叭 盈盈阿木和江嘉敏齐齐当选 这次阿康要和盈盈阿木合作 真的是辛苦她了 左边一个音声 右边一个音声 两边同一时间发生 耳朵是很难受的 之前我跟她跟 解决师 影音阶拍解决师的时候已经大约半年听不到东西 试磨 对 然后我知道跟这个 阿木 阿木街拍的时候 当初是有一些怕的 但是到认识之后 原来她是比较文静的 发现我的好了吗 非常好 王前赤近年主力打理家族和慈善事务 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在目前演出 这次难得拍新剧 可以和欣赏的演员合作之外 还饰演有挑战性的角色 对吧 很难背 对吗 嗯 一点点吧 一点点 我觉得对我最大的难度就是 平常我当MC的时候 是我用我自己的语气去说他的稿 可是现在我要跟得很猪 每一个字眼也不可以改 所以比较难 就是这一个地方了 这一段时间的时间是一段时间